大英姊妹平安,我是梁文财牧师 今天很想和大家一起在《二刹书》三十七章里面 来到领受神给我们的信息 三十七章的第一节 弃世家皇听见,受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尽了耶和华的殿 三十七章的三十五节 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是向神吐谷 当弃世家皇去知道自己在一个人生的困局 同样是国家在一个很大艰难的时候 去知道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到神,来到圣殿 向耶和华祷告 祷告不是我们在无可奈何之下 没什么办法之下才做的事 其实祈祷是最重要 向神祷告是最重要 所以在我们今天面对人生的一些艰难 或是在我们个人有一些困局的里面 我们要记得第一样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来到神面前吐谷 有时我们会在无法可施的时候 用尽其他方法的之后 才向神祈祷 这个就是我们一些的软弱 求神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面对任何的境况 我们第一样最重要想起的 就是向神祈祷 就好像希西家皇面对国家的艰难 面对个人一些困局的时候 他都立刻来到神面前吐谷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重点 告诉我们 神一定听我们的祈祷 在35节 说到 神是为自己的缘故 去会听我们的祈祷 不是在乎人 祈祷多厉 或者是祈祷有多好 其实是神 因为他自己的属性 因为神的慈哀 神的信实 神的传能 神的传知 祂是奇妙的神 祂是完全的神 所以神是按着祂自己 来到去 应允我们的徒工 只不过我们 信不信得过神呢? 我们有没有更加 认识神的属性 以至我们经历 神随听我们的祈祷 是去自己 围堵自己的缘故 这个是我们有时 人不能够完全明白的 特别当希西教皇面对战争 他面对被恐吓 在无助困境的时候 可能他都未必能够明白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是神会受这些外在环境影响 当他听到人的祈祷的时候 神是为他自己 给一位爱的神 他满有怜悯 信实 慈悲的神 来应允我们的祷告 而这里同样提醒我们 神也为到 祂的子民的缘故 来到随听祷告 我们今天都是 梦神简选的子民 我们更加是天父的儿女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的天父 必定随听 我们每一个儿女的祷告 祂会看顾我们 祂会保守着我们 所以仅仅我们今天 有时面对这个环境 有不同的惊恐 担忧 但我们相信 天父必看顾我们 神也不会背负他自己 祂会按着他自己 这一份的信实 祂的慈爱 祂的怜悯 来到去随听我们的祈祷 所以在今天 《二创书》37章里面 神给我们做一次 来到去确认 肯定 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 就是向神祷告 我们的祷告 有一定梦神的水亭 愿意今天的经文 神的圣热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一起来到神面前 来到向神祈祷 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都是你所爱的二女 蒙你自己的简算 求你教导我们 当我们面对任何警方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 最重要 第一要紧的 就是来到你面前 向你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一定按着你自己 完全的属性 来到水亭我们的祈祷 成就你自己最美好的计划 我们在这个时候 特别为到 一些享受疫症影响的人 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到 有很多香港人 他们在湖北 或者在日本 以至其他地方 他们都被困住 他们都想回家 但在这个时候 可能都未必能够 与他们所愿 而之我们都为他们祈祷 求主来到他们帮助 求主来到他们去继练 以至让我们 不同一些地方负责的官员 可以有好的合作 好的安排 让我们所挂心的这帮香港人 他们能够早日的回家 求主谁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满